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了 各位请看 你和你前男友还纠缠不情 身边男生有这么多 你让我怎么放心你 为什么我时时刻刻都要被你监视 你这么黏人 我真的受不了 我只是在为咱们能走的长远做打算 而不像你 只是一味的人性 你做事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为了你的安全感 你的目的 就打扰我的生活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小鸾25岁来自哈尔滨 服装销售有请 小刘22岁来自哈尔滨学生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还在读书是吧 对 已经工作了 我已经工作了 什么机缘让你们俩在一起了 就是过年的时候 然后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认识的 然后慢慢感觉相处还可以 我觉得他两三个月就在一起了 很黏人是吧 特别黏人 怎么个黏法呢 就是我俩是异地恋嘛 但是他要求就是 无时无刻不再打电话视频之类的 就是我几乎没有任何空闲时间 我觉得这太让人窒息了耶 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我觉得我就是关心你 我才想跟你多联系的 我想问问谁是这样的关心方法 就是把我难受死是吗 不是让你难受 我就是想多关心你多跟他互动 你们俩异地是吧 你在哪儿 我在杭州 你呢 我在唐山 哇 是够远的 对 我就想多跟他互动嘛 多跟他交流 多找点事情和他一起做 但是他就有的事情做得特别过分 比如有一次就是我上课嘛 然后他给我发视频我就给挂了 我就以为他能懂我的意思 结果他又给我发一个 我又给挂了 他连给我发了四五个左右吧 我没办法 我就想接下来嘛 跟他说一声 我就接下来 我就把音量调特别小 因为在上课大家 然后他在那边就大声喊我的名字 当时就所有人都听见了 打断我上课不说 就老师看向我就特别尴尬 不是 你不知道人家学生要上课呀 我当时是 因为我给他打电话 他又没回 又没告诉我他在干嘛 又不接我电话 我就有点着急 然后那天我是不知道他在上课的 不是 你得用脑子呀 周一到周五学生都得上课呀 他经常就是这样 不分我在什么时间 然后就是我俩 他非得弄一个定位的那个软件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 我出去只要干嘛 他就必须时时刻刻监视我那种 就我连打个开水 我用开水间里的又比较远 然后我就走过去 这么远的路 然后他就开始问 他说你去哪儿了你这么远 你跟谁约会去了 不是 你怎么了兄弟 因为我挺喜欢他的 对呀 那你也不至于这样 对 我就怕他跟别人捧吧 不是 你怎么会有这想法呢 因为我们看了一个那个定位的APP嘛 就是我们互相能知道对方现在在哪儿 然后他就是那天走得比较远 然后我就多问了一句啊 我就问他你在哪儿啊 你当时语气很凶的好不好 而且还有一次 我就想起特别过分 就是我平常有午睡的习惯 他是知道的 然后我那天可能就累了 中午多睡了一会儿 结果这完了我一醒来 我看好几个电话打过来 但是我惊严了 我不知道吗 我就想给他回过去 就给我一顿说 然后说你干啥去了你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睡觉了呀 我午睡了 他说睡啥觉 你怎么证明你睡觉 来 你给我证明你睡觉 我觉得这咋证明啊 当时也是在气头上 你生什么气啊 因为他不敌我 我就很生气 我就很害怕 他不敌我嘛 有点事情怎么办 当时我也很生气 然后他就说他睡觉了 那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说 你为什么睡着呢 你怎么睡得觉呀 你怎么证明一下 你是真的睡着呢 让我真的放心呀 那没法证明 我自己想想好像也是 你天天这样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就是觉得他很好 然后很珍惜他 就是怕他丢我 喊着怕他唤唤这种 珍惜对你好是吧 我感觉这种对我好 我都有点接受不来了 他是挺细心的 人倒挺细心 但我感觉他那个唯一 那个细心的好优点 就用在监视我上面 就每天我微信不说 然后每天到点不出来吗 就给我截图 说来吧 说走一万多步 干啥去了 挨劲说 我就蒙了 我当时就蒙了 我说这咋整啊 再不就看我那个 虚拟动态 如果是4G 或者切到Wi-Fi 或者Wi-Fi切到4G 就完了就问我 这是干啥去了 说去哪了 其实我有时候 只是网络不好而已 或者连微信最近表情 也要逐个挣扎 说这刺牙跟谁发了 这调皮跟谁发了 哎呦我的妈呀 累不累啊 咱一条一条说 你这个微信最近表情 就那么可爱的表情 你不是跟我发的 我不得问问 你是跟谁发的吗 我不跟你别人聊天是吗 我不跟同学交流吗 再说那个微信部署 那个微信部署 他走得多 我总得关心关心 他去哪儿了吧 为什么走这么多步 哎呦我的妈呀 你真这样兄弟 你这恋爱谈得不累吗 有的时候 我俩有那个定位软件 但是我就干脆 手机也不拿 上课啊 或者出去洗澡干嘛 我都不拿手机 他打电话 你不拿手机 我也很担心你 你要拿手机的 不是你为什么 那么不相信他 你告诉我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也这样 也还好吧 也没有这么严重 那是因为那些 姑娘没有指责你 我觉得肯定 他就是与生俱来这样 然后还有一次 我觉得也挺过分的 就是我同学聚会嘛 然后几个 有男生有女生 我觉得这种聚会 他肯定不让嘛 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说 我就想 就出去吃个饭 然后回来嘛 结果呢 他就不知道怎么 他就过来找我 但是没有跟我说 然后来到我这之后 发现 哎我没在宿舍 就完了 就开始磕那儿找我 结果最后就发现 我聚会了 当时那个场上 那么多男女同学 他就当着那些人面 就把我拎出去 就直接告诉我 饭你也别吃了 你跟我走 那他跟我说谎 在先呀 他如果告诉我去聚会 我可能会不同意 但多半情况下 还是会同意的嘛 然后他这样跟我说谎 你让我怎么办 我找你 我很心急呀 我去学校找你 你又不在学校 然后到吃饭聚会的地方 看到他和男同学 有说有笑的 我心里就可不得劲 那我板着脸跟人吃饭吗 我就生着气 堵着气跟人吃饭吗 难道就有笑 不是很正常吗 我觉得你就是 打心眼里不信任我可能 那你从杭州来看他 你也没告诉他 没告诉他 想给他一个惊喜 我觉得是惊吓 我觉得不是惊喜 姑娘 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啊 他这些毛病 确实已经让我挺难接受 可是总是吧 能发现一些的好的地方 还有好的呢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对我也挺包容 包容 就属于对我好的时候 我就心软 为啥这么不相信他 因为上次我们两个 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 看他手机的时候 看到他和他前男友的 视频聊天截图 日期还是比较近的 就是离我们旅游的时间 还比较近 然后我就问他 为什么要跟他前男友调天 还要视频聊天 有什么事情是文字说不清楚的 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 我跟我前男友 其实就是从小就认识 一起玩到大 然后后来在一起也挺正常的 但是感情吧 还是不太合 然后就分手了 但我觉得可以做朋友的 就我和我前男友 就是很正常的朋友啊 就视频聊聊天 我觉得没什么错吧 不是那你截图干嘛呀 我是不小心截到的 我不是故意 我又没觉得有什么 可以纪念的 但是我又没在意这事 结果被他翻出来 那我觉得你和你前男友 已经分开了 你现在又跟我在一起 有什么事情 你应该都是以我为重的吧 不可能说他说发视频聊天 你就接视频聊天 这我觉得也不对啊 那你让我以你为重 你以我为重过吗 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有一个 就是可以外出交流 半年的时间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就提交了个申请 我特别想出去 然后那个申请我写了很多天 然后准备的也挺全面 但是就在提交的前一天 他给我删了 他等我电脑给我删了 结果我第二天发现的时候 我就再想去申请 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我如果再申请 我得一年的时间 这次机会就白白浪费掉了 因为我当时觉得 我们那个时候有吵架 就是感情不太顺利 然后我就感觉如果 他就这样去国外的话 一走就是大半年 那我们的感情怎么办 不是 那你也不能干预人生啊 因为我觉得 你有什么权利吗 出不出国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当时是这么觉得的 那是你的想法啊 对啊 我很想出去 不是 他做这事 你还不跟他分手吗 就是容易吸软嘛 他这事确实当时 真的特别生气 然后也没太理他 然后他又过来又哄我 又怎么着 就慢慢也就好了 这男孩对你特别好吗 说好就好 说不好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 他怎么对你好 我听听 他为你还做过什么 我为他吃过章鱼 吃章鱼叫你为他做的 生章鱼 生的 就我们那时候是在海边 然后吃的都是海鲜 活章鱼是吧 是活的章鱼 活的章鱼 那个脚还会动的那种章鱼 他就让我吃它 说证明我爱它 我是不敢吃的 说实话 然后他就那样子 被逼无奈 我也吃了一口 然后我就扔掉了 他就觉得这样就是我不爱它 对啊 我觉得你干嘛扯掉 这个章鱼活得也可以吃 在电视上也都那么演 都是可以吃的 我觉得我想让你证明一下 你爱我 我就心里踏实点 章哥你说如果给你一条章鱼 你敢那样生吃吗 什么玩意儿 就是那个活的章鱼还会动的 那个脚还这样在爬的那种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这个能证明一个人是爱你的 那不是疯了吗 对啊 我也是 那我觉得我傻了 他也傻了 就是做喂的牺牲嘛 你不是也做了吗 做嘛 他还让你做过什么呀 蹦挤 蹦了吗 蹦了 但是蹦的过程真的不太理想 因为我这个人挺孔高的 六十多米高的那个跳台 他趁我不注意 就给我直接推一下去吧 你可别趁你不注意 你是趁你十来分钟都没做好意是吧 那不是 那那个绳拴没拴过 三一绳我都不知道 你就给我推一下去吧 十多分钟 后边那么多人排队 你不在那跳 你就在那个就是跳台那里 嗯 不敢 不敢 你就这样你说 你在干嘛呀 我就想就帮你送下去嘛 那很快的 你这不是给我送走嘛 我就觉得你这不是在 拿我生命在开玩笑嘛 那你不没事嘛 你有事你还能站着给我吵 那你要是没拴绳 那不就站不在这儿吧 行了 我说这 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 我一开始还挺替这姑娘愤怒的 我说怎么这你都能忍受 就姑娘做完这两件事 我觉得真应了那句话了 这就叫西葫芦配南瓜 他们俩是绝配呀 你们俩这爱的这个方式 真是厉害厉害厉害 但我觉得他还是比我要过分啊 还有一次就是 我父母其实他们是不太同意 我在大学谈恋爱 觉得大学谈恋爱不太稳定嘛 然后我就想 那就先别说 结果呢 他就是之前给我买个快递 然后他知道我家地址 大过年的 提了两个礼物就去我家了 直接就敲门 当时我在礼物嘛 我爸妈就给开门 之后他说你谁啊 他说我是他男朋友 我爸妈写的这不诈骗吗 就要给他撵走 然后我就处累了 我爸妈问我 我就没办法承认吗 我说确实是我男朋友 然后他就可自然了 进屋脱协 然后我家正好吃饭嘛 就叫他一起吃饭 然后这在饭桌上就开始表现起来 说阿姨我工作做得特别好特别好 然后就开始炫耀自己的业绩 我那哪是炫耀啊 我看叔叔阿姨听得也挺高兴的 我就是 那不高兴咋整啊 那还能怎么当场给你撩脸子吗 那我不是行色 我这不是有能力证明我能对他好呀 我觉得我在证明我自己 不是你我也特奇怪 你都没跟人商量过 你就去人家了 因为啥 我跟他说过 就是想去他家 想认识一下他父母 他不听我的 他不让我去 对啊 那不让你去 你要尊重别人啊 但我觉得我们岁数都不小啊 也可以考虑一下结婚的事情 我又很心急 他又不跟我讲 又不让我去他家找他 我就特别不舒服 然后趁着那天过年 然后买个点东西就去他家 然后他在饭桌上他还说 那个叔叔阿姨 我告诉你们 我谈过四五个女朋友 我可有经验了 就我说我谈过四五个女朋友 是为什么呢 就我也解释一下 就是我当时就想 跟你父母表达的时候 我有经历 有这种感情经历 就是说明我能对你好 我知道怎么宠你 怎么对你好 你怎么就 我觉得你就知道怎么弃我 你就 你就是理解 那你为啥还要说 你说 那我爸妈不喜欢你 咱俩可以搬出去住 你知道当时我爸妈 是在场的吧 就算你爸妈真的不喜欢我 你也不应该说这话吧 就是想证明 我是真的在乎你的 就是说不会让你 因为 我父母不喜欢你或者怎么样 就让他寄我家底下 就是想让他能好好的跟我一起生活嘛 没有那些供律 这是你们谈的恋爱啊 就是来干嘛呀 我想跟他继续好 然后 我是想他如果这样 那我怎么办呀 我都不知道 我每次都心软 那又不应该 但是我有的时候 就你也想跟他继续好呗 但是又别扭呗 是这意思吗 嗯 因为他也挺过分的 他跟我吵得很精烈 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想 把他请光吧 然后让嘉宾开导他一下 让嘉宾开导他什么呢 就是让他真的能 全心全意地喜欢我嘛 不会把我从那个蹦极台上推下去 然后他还在那里笑好吧 我笑我确实觉得 首先你不没啥事吗 我觉得你那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蹦极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蹦极啊 因为我本身 我挺喜欢这种刺激性运动 我觉得挺快乐的 我就想让他体验这种快乐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们俩确实是一类人 按我所想 行我所愿 管你怎么着 我干了就行 说白不就这样吗 对吧 我想跟你结婚 所以你同意不同意 没关系 我去你们家 对吧 我不想让你出国 所以我可以删你的东西 你们俩是一类人哪 是吧 还挺像 来吧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他们俩 其实挺特别的 就四个字 就四个字 你请我愿 当他们在说到 比如说我们听起来很匪夷所思的 吃章鱼啊 蹦极啊 然后你删除他的这个申请啊 似乎 你们在说的时候挺生气的 但是这个事并没有影响你们之间的相处 你们依然还紧密地在一起 还继续用这样的方式相处 所以我在想 在这种过程中 其实他们的内心 得到了很大的快感 满足感 他觉得这个人生是很充盈的 而他呢觉得 哎 你看我让你吃章鱼 你吃了 你也蹦极了 哇 我觉得瞬间比我自己蹦极还舒服 所以我在想 可能他们精神上是有很大愉悦的 才能够让他们彼此 这样的 让我们觉得已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还能继续相处 那我相信一定就是你情我愿 而且你们在中间一定是找到了 你自己觉得非常愉悦的一部分 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 哦 谢谢周老师 我们在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戏之末节的地方 往往会 让自己要去追求某一些刺激的东西 才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得到满足 比如说你吧 你需要一个人证明爱你 是让他去奔机吃活章鱼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 在这方面是需要一种 超出常理的方式 来满足你的某一些情绪 我只是觉得我就 可能会碰巧 这是你觉得对吧 你会觉得所有人都这样吗 应该不会吧 对吧 这是你的问题 我听下来这些男生安全感缺失 所以拼命想要抓住自己身边的一切 来证明他是属于我的 但是你恰恰 你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一个人是不可能属于你的 那我也没有他全部都属于我 那你知道他是完全不可能属于你的 能理解这一点吗 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他完全不可能属于你 他只是爱上了你嘛 就算做了你的妻子 也只是法律上面和你形成了夫妻关系嘛 怎么可能属于你呢 你搞错了一点 占有欲和爱情是不同的 爱情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占有欲 但是纯粹的占有欲 它不是爱情嘛 所谓的占有欲就是把某一个人给物化了 它是一个物体 它是我的 所以我要占有它 我随时随地都知道它待在某一个抽屉里面 我想要看的时候我能看到它 别人是不能触碰它的 这属于对于物体的占有欲 但它是一个人 每个人是有自己权利的 你一直在口口声表达我爱你 但是你从来没有尊重 你一直在说的是 我知道你不想要 但是我觉得你想要 所以你必须要 那么如果他以后不想嫁给你的话 是不是你可以强迫他嫁给你 如果他不想陪你到杭州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强迫他陪你到杭州 人是有选择权的 你过度地干预了一个人的选择权 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所以你要好好地反思一下 你的所谓的爱情 你做的所有的动作 并不是为了你的爱情 你做的所有动作是为了安抚你自己那一颗奔腾不息的心 就你的情绪在奔腾 你的情绪在波动 你的情绪时刻在想着你在干什么 是不是有别的男人 你做的动作是在安抚你的情绪 而不是在爱他 搞清楚什么是爱 搞清楚什么是情绪 搞清楚什么是控制 搞清楚什么是别人的选择 这是我给你们最大的建议 谢谢 好 谢谢陆琦老师 二位好啊 我特别同意刚才赵春老师说你们两个人是绝配 就再也世界上找不到两个这么般配的人在一起了 一个不经过人家同意把人家申请疏散了 一个不经过人家同意就一脚把人踹下去了 就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能够走到今天 然后有这么多的争吵 然后到最后还异地 然后还能坚持到现在 还分不开 就是因为太般配了 就可能再换任何一个人都忍不了你们 你们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巨婴宝宝 就是生理上的成年人 但心理上还是孩子 根本没有懂得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东西 人生观 价值观 全部不完整 但是就在谈恋爱 就在说爱 就在用你们认为是爱的方式爱对方 然后把自己这种爱强加给对方身上 谈到所有的不信任 没有安全感 你是真的没有安全感 你是真的不信任吗 你是真的特别特别害怕失去他吗 我是害怕失去他 但我不承认我没有安全感 你不是害怕失去他 我是害怕失去他 你是害怕面对失去他之后的这种情绪 对 所以那个人是不是他无所谓啊 不是的 还是他比较好 对 还是他最好 因为你谈过四五个女朋友你有经验 我说不过你好吧 所以我就是觉得 如果你们始终坚持以自己认为 爱对方的方式去爱对方的话 而对方却不要这种方式 那这个爱情一定长久不了 甚至可能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 这只是我自己心里的一种爱 我不管你要不要 我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说你们两人是巨婴嘛 女生也同样一样啊 就是章鱼啊 蹦极啊 你不觉得这个就特别小儿科吗 你没想过他谈过四五个 他之前为他前女友吃过什么吗 那不更爱吗 对不对啊 你要用这种特别无聊的方式 去证明他爱你 然后你忽略了那种细节 忽略了他把你的申请书删掉 这些严重的底线问题 你还能继续再跟他在一起的话 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 那就不要怪他一次次监督你 伤害你 都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嘛 对不对 谢谢 好 谢谢湘娜老师 有一些爱情是 爱上对方的优点 但有一些爱情 是痴迷于对方的缺点 你在大学里面 男生追你的多吗 嗯 不多 所以有这么一个男生 对你这样 虽然很让人不舒服 但让你有存在感 至少你认为这是一种在乎 你真的没有不安全感吗 我觉得我没有 那你干嘛要做那么多 硬要拽住他的事呢 怕他跑了呢 就我想让他和我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 不光明的手段呢 谁都有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承认他本身没有问题 你如果那么自信地觉得 他不会离开你 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事情 你们俩都自以为是 但你们俩自以为是的原因不一样 他的自以为是是因为自卑 所以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挽救 你的自以为是是因为你自大 所以你根本不考虑他的感受 他越是自卑 你越有成就感 他越是做那些 不尊重你隐私的事情 其实你越高兴 所以你才会惩罚他吃章鱼 所以刚才老师说 不尊重你是一件 特别严重的事情 你为什么能够接受 那是因为的确在这个男人面前 你感觉到你被拥有 虽然被控制 但是心里还很开心 而他越是不尊重你的感受 他越是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想脱离你的束缚 你就越要去追着他 所以他们之间之所以到现在为止 还能够在一起 恰恰是因为痴迷于对方的缺点 一个喜欢控制 另外一个在控制当中沉醉 然后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们甚至有一点 拿着对方的缺点开玩笑 那种自卑的爱 其实言下之意就是 我爱你是与你有关的 那个自大的爱的言下之意 就是你爱我是与我无关的 其实说难听一点 你们都在拿对方的缺点开玩笑 他本来就自卑 对不对 而且用自卑的名义 或者是因为自卑的原因 行一些控制你的一些事情 你应该理解 你应该知道他这么做 对于他对于你都不好 你不应该沉醉在里面 如果一个男人对于你所有的控制 或对你所有的爱都富有条件 这种条件就是你要听话 你要在我身边 否则我就用各种各样阴暗的方式控制你 这种爱到了最后会把两人掐死 明白吗 所以其实我是建议你们两人 暂时分开 你们的这种恶性循环 会害了彼此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其实我特别想问女生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她做的这么多种种 不尊重你的行为 你是真的不介意吗 我觉得还是介意 但是 就是哪一部分战胜了你 比如说就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男生 还能这么好 就是你认为的这么好 让你是不是也挺享受的 是 如果能下定决心的话 女生还是要下定决心 如果能有一个更好的 可以撤离的途径和方式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的 男生 不能再往前走了啊 仅此而已了 就对她的追求和做的事 仅此而已了 再往前就太可怕了 你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这样 那真的不是爱情 好不好 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其实我觉得咱俩以前 在我没有发现你这么粘人的时候 还是特别快乐的 可能是我以为的好吧 我不知道你对别人是不是这样 但是有的时候你对我好是好 不好也是不好 我已经权衡不清楚了 我是觉得我们走在一起的确不容易 然后也是莫大的缘分 我以后也会选择尊重你的选择 克制自己也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好一点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 我觉得怎么抗对看你 因为我做的确是有错 我也承认我有错 我也承认我有错 所以选择权在你手上 男生能说出这样的话也不容易 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所以女生更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 好吗 好 谢谢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有一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 在恋爱当中的男女 一定要注意自己恋爱的底线 这两位能不能做出 相对理智的一个选择 来吧 请看 来 能接受吗 可以 可以接受 我觉得我做的的确是不对 大家也觉得我不对 我会尽量改 尽量变好 然后争取变得更好 再把它折扣 谢谢你啊 来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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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 我觉得今天这个结局是好的 至少要应对在这个爱情当中 稀里糊涂 做出一些稀里糊涂 举动的年轻人 能够意识到 真的爱情不是这样 不是控制 不是占有 它有基本的原则 首先是尊重 其次是理解 再次是相互能够了解对方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由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精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倍诗爱情保健 有网友提问说 我结婚两年了 与他父母同住 出现问题呢 一直是我在生起吵架 他逃避问题冷处理 哪怕我回娘家一个多月 他都不会主动联系我 过年也是各回各家 我现在已经麻木了 我是否应该离婚 我发现自己忍受不了这种 没有温度的婚姻 任何人都忍受不了 没有温度的婚姻 我建议你们啊 不要在情绪中沟通 良好的沟通呢 是要心平忌合地坐下来 共同商量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我倒是建议 当你们平静之后啊 最好两个人搬出来 过过小日子 共同迎接一下生活的风雨 也许你们就知道 彼此珍惜了 我们的节目是由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要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纯净宝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固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